刚刚的这一段,那如果已经切出来的话,理论上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已经转换 本来是文字 然后把它变成所有里面都是数字 OK 那如果全部都是数字的话,那后面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拿上个礼拜这个程式 上个礼拜这个程式,一样是Prin School 底下这边总共我们可以计算比如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然后最高最低,其实底下这一段程式,你直接可以Ctrl C 因为我们的变数名称一样,也叫Score OK,然后你可以把这一段直接Ctrl V贴到哪里,贴到这个的下方 这样的话 差别一个是手动输入的 那一个是我们从外部读档进来的 OK,那我们看一下结果,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结果应该是跟上个礼拜的那个结果,是相类似的 有没有 Clean的结果是这个 然后总共有几个学生 9个学生,有没有没错 然后呢 总分的话是这个 小数点第2位 最高分 最低分 有没有 就直接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等于是外部读档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从外部读档的话 在Python 里面其实是相当的 容易的一件事情 有没有,就open 然后前面会产生一个F物件 那这个F物件本身的话 就是利用realize 把资料读进来 那realize是读一行 那如果说我有很多行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叫realize 那realize 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realize的话 它 就 会有很多资料 所以很多资料的话 前面的这个变数 那就要用串列来接 OK,如果只有一个资料 就是用一个 就是一个字串 但是如果很多资料 因为一行一行 有没有 很多个字串 那前面的话呢 就要变成一个串列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我们下来的话 练习另外一个范例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 改一下 我在云端上面这边有一个 请你把 同样逻辑好了 比如说有一个叫会员资料 那总共有50个会员 我希望把它建一个叫member.tst的档案 一样放在根目录底下 那我们可以 member好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找到 我们刚刚的根目录底下按右键 新增一个文字档案 然后输入member好了 或者你从这边贴 点tst不用 因为它有预设就点tst 那里面是空的嘛 所以请你把它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直接贴到 这个50个会员 Ctrl C 然后呢把它直接贴到那个 我们刚刚的member.tst 里面就OK了 所以这些字好像太大了 把它换一个字形 是大概 16 这些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 帮我把这个资料 第一个全部读进来 全部读进来 怎么全部读进来 然后我希望读进来就print出来 我要确定是在python看得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呢 如果我们做个变化题好了 我只希望读前10个会员就好了 只要前10个 不要50个 里面有50个 但是我只要前10个 怎么做 第三个问题是 这边栏位总共有编号一直到手机 总共有5个栏位 编号 姓名 生日 血行 手机 5个栏位 但是呢 如果我希望 不要全部5个 我只要2个 哪2个 姓名 跟手机就好了 也就是 变化题 抓前10个 另外的话 第二个变化是 只抓5个栏位里面有2个栏位 该怎么做 最后的话 把它print出来 答案 这边底下可以看 好像在这边底下 也有秀出来 如果只需要 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位就好的话 而且要前10个 那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然后 第一步 一样在 我们的这个根木屋底下 产生member.tst好了 OK 那我没有贴上 贴上之后把它存档好了 OK 试一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所以呢 再来我们要做 档案读取 那后面会 还有那个 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还有档案 多档案的 读取 当然目前的话 只有一个档案 之后的话 还有多档案 几十个档案合并在一起 合并完之后还可以分割 其实也就 档案的合并跟分割 这个部分工作上 其实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也讨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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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